基督宗教的信仰 真的带给原住民的非异性恋者 很大的心理压力 甚至可以说是伤痕吗 这部分我要请陈浩 来对我们来做一个说明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是这样子的 就是刚刚的那个资料 可能还温和了一点 对 低估了 甚至有人是说 大概在19世纪的时候 原住民的大量改宗 几乎是宣教的一个奇迹 就大概80%就是 全部信仰基督宗教 所以就会知道 部落和教会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的密不可分的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当教会 有什么政策要宣传 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 政令要传达的时候 教会它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传口来直接 对于部落甚至对于学校 如果学校是在部落里面的话 教会它就是一个 几乎就是一个领头羊这样子 所以当今天 如果对于这样子的性别议题 它是持反对意见的 然后是由教会来发起的时候 那个对部落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举个例子 就是大概在2011年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开始大量讨论 和东西别的相关议题 那个时候在过去 部落里面的人 几乎是不谈不说不听的 但是因为 因为和宗教有关系 的确就是我们就看到 教会开始发一些东西了 开始讲一些事情了 那部落里面的人 就必须要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 已经过了将近89年了 大家的确开始有很多很多 因为自己的性别气质 我们先不论性取向 就关讲性别气质就好了 它的性别气质不符合主流 对于那一个性别的想像 可能他是生理男性 但是他展现出来的性别气质 是阴柔的 那他是生理女性 他展现出来的性别气质 是阳刚的 但是认为他不符合 就会很容易地把它对应到 同志的这个身份 然后因此就会想要 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改变他 就是他是可以被改变的 所以你提到的是一个 部落传统文化 对这样一个非一心列者 或是说性少数 这样的一个族群的 它不是传统文化 就是教会里面的价值 来对它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然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教会 对这样子